各位師兄好,我是Candy,Layman,和大家研究賽事 如果大家想支持小弟的頻道,可以右手邊 可以有些方法,71QR,Lowcode,PayPal 都可以去實質行動支持 另外,各位師兄捧場,看看廣告 都是另外一個支持的方法 可以用手指鼓勵片,分享出去 希望各位師兄儘快回復正常生活 希望各位贏多些馬 跟大家研究一下第4月29日第4場賽事 這場馬,有很多故事講一下 待會大家研究一下 先講第4場,我拿了幾隻馬來看 看完之後,也有很多東西講 這條片可能會長一點 我們首先欣賞一下那隻-6 究竟那天怎樣贏了馬 好嗎? 去到哪裏? 不在這裏 再開一場出來看看 看看銀河飛馬怎樣配合贏馬 好嗎? 不要說配合 不知道為什麼 那隻銀河飛馬被人問話 總之 看回一下-6 怎樣在那個檔位 減到來貼了一條欄 那就是銀河飛馬 梁家駿騎發 怎樣配合負六 怎樣可以進來 大家看看那條片 很精彩的 這條片 這條片是銀河飛馬 這條片是梁家駿 那隻負六 在這裏 這條片是這條片 切開來 你看看那條片是梁家駿這條片 那條片是梁家駿這條片 這條片有位啊 拍車拍過來 對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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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條片是第七位 那條片不是我講的 是賽後報告 問話 那我再講給大家聽 銀河飛馬 沒得頂 前面有一隻 紅鍾烈馬 在這裏拉快 報速 幾好啊 真是很外眼的 小組這樣問一問就算了 是嗎 你怎樣可以切開來的呢 說真的 那天我也有選這隻馬 那他切開來 我也很開心 但銀河飛馬 這裏 你看看 這隻手 你看看 這隻手 是慢了下來的 這裏 是被他賣的 看他怎樣贏 小組說問話 他是有實力的馬 他賣到來 我也很開心 因為我也有貼他 我也有投注 但是 在賽事來說 就不太好 這樣被人賣 他這裏開始就踩了 但是 最後一步 有換腳的 這隻馬 最後一步 也被人逼得很厲害 但是 這裏走五疊 一篩 篩進去 他這裏 開頭以為擠了很厲害 但是 最後那幾步 又不是很厲害 就是這隻旅遊拿督 外面 還有一隻秘妙式馬林 中間 還有手式鑽棋 最後一發賣到 富六 就已經偷窗 木火和名外面 逐步上來外面 中央旅遊拿督 都是贏了半個馬位 這麼多 對 那隻銀河飛馬 真是欣賞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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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六 走出來真是好頂 跑法 過夜 如果不是這樣讓了個位 給別人 這隻銀河飛馬 就 主動權 給了別人 分析一下 步速 這場的富六 贏馬 天作之俠 一分十秒二 一分十秒二 比起 同場幾隻主要的對手 上次那隻 特區聯盟 博殺 一分十秒四 那隻 會長之聲 一分十秒一 這隻 關乎這隻 多多保企 那場頭馬 一分十秒三 不要看這場 那我就想看看 這隻 會長之聲 貴初 贏馬 那場 一分 不是贏馬 那場 上一場我選他 他也是跑第四 他是一分九秒 分析這一場的步速 特區聯盟 那天 不是很快 我想和大家看一隻 多多保企 在哪 開過呢 那隻多多保企 有一場 剛剛對上那場 拿他的步速 和特區聯盟比 最好 因為特區聯盟 放在前面 特區聯盟都是一隻 準的馬 這隻多多保企 第一場 第一次跑谷草 他放在前面 走 走在四位 第一段是23秒4 即快六線 第二段是慢一線 回到末段是慢三線 但他退得很厲害 但有少少被人阻 所以這場馬 我覺得他虧了一個快 蝕了一個快 補足 我想和大家看片 最主要是看這隻 會長之星 上一場 他輸了給兩隻 在谷頂田草 過來的馬 就是這隻 善泉萬里 和這隻 宜昌飛驅 和善泉萬里 宜昌飛驅 跑那場 那隻就叫做 保城智勝 另外跑第三隻 也叫做 首飾大勝 愛馬劍 這些季內 都是準的 這隻會長之星 看回賽後報告 因為我看不到直鏡 一起步就說 向內斜跑 撞到那隻 善泉萬里 接著 會長之星 雙雙斜跑 又撞到什麼 接著又受阻 看看這隻會長之星 如何受阻 又這樣 又這樣 跑第四回來了 我覺得他比正常 是定了下去 慢一點 不知道是不是蝕欣第一次騎這隻馬 定了去這裏 這隻馬 都不是鬥後勁的馬 來的 善泉萬里 守住靚位 移昌飛驅 後他幾個馬位 那隻會長之星 剛剛兩隻馬 中間這裏 移昌飛驅 都不是開玩笑的 是不是這樣說 兜外擋 撿個叉檔 這隻會長之星 這裏有點被人阻擋 沒有怎麼看得真是兇的 但是這隻馬的性能 都不是用來鬥後勁的 但是這隻馬的性能 這隻馬的性能 都不是用來鬥後勁的 拋來對手 後面的馬 移昌飛驅 就一路散散 跑第二天 第三名的馬 首飾 他都有撲上來的 我只看這場的時間 頭馬1分10秒1 叫做OK 但是他自己做1分10秒5 真的認真是一般的 但是大家可以看看這隻馬 之前沒有帶CP1那幾場 就拆了他 接著又帶回CP1 前一場我發掘他那一場 為什麼我會上一場選他呢 就是嘉應傳奇這一場 他要跟著嘉應傳奇的步速回來 輸到沒有雷公那麼遠 那就不要理他 跟著那些步速 再看他跑第四的時候 有一場 已經很久了 也是跑第四 就是跟明進之星那些跑 我記得 對 海船黎明進之星這一場 這隻馬其實都不是屬於鬥後勁的馬 但是剛才那一場 他退去中間 然後再跑上來 其實他也有得折 所以我今天這場馬 可能會有兩隻膽的情況出現 跟大家講神操吧 1號的正本開心 正本洪心 彭國年又試襲積極 2號的會長知聲薛恩 有碰過保持功夫 3號上教保持功夫 4號冰雪聰明 潘頓有試過襲 然後就 等一下 看看清楚 潘頓 蔡明紹也有試襲 但是蘇迪虹也碰過 兩個都沒有騎 5號的管德店 上次撿了個外檔 沒什麼好看的 何宅堯也碰過保持功夫 6號的特區聯盟 保持功夫 7號的附陸 莫雷拉 不是 有試去草地 積極的 8號的多多保企 史粗峰也試過兩貨集 然後 黃俊也碰過波見史 又試襲 積極的 但是 史粗峰沒有騎 9號的勁得手 保持 10號的兩全奇美 保持功夫 11號的幸運飛彈 潘明輝也試過襲 撲上來的 12號的表表馬 保持功夫 上次的古惑調動 很久了 1號是希威心 2號是薛恩 3號是原裝潘頓 4號也是希威心 5號是何宅堯 6號是莫雷拉 田泰安 7號是原裝莫雷拉 8號是史粗峰 武馬騎 變波見史 9號是梁家駿 10號是葛能 轉了蔡明紹 11號是潘頓 變了潘明輝 12號是梁家駿 變了楊明輪 人馬合拍的馬 有關乎 富六 上次是莫雷拉 富六 潘頓上次都可以說是 上校跑第四 薛恩也可以說是 上次又跑第四 對了 對了 這麼多 當位有好轉的 有冰雪聰明 管德點 勁得手 這些 專倉馬就是 偉達13少 富六 自從換了配備 有穩定的 上次富六 換配備 只顧著游泳 就贏了馬 這個配備 他一用就搞定了 特區聯盟 除了配備 都是準的 對了 會長之星 又套回他季初 跑得好在三班 那些配備 上場都是這樣的 勁得手 這場馬就是這樣 我這場馬就賣個保險 我選了四隻馬 因為我覺得這場馬有些吸收馬 和人家會有些戰略 不像剛才那場的情況 有人開路 有人又這樣 不是我說的 賽後報告都有這樣抽稱 我選擇了二號會長之星 這場馬是三班和明晉之星 海船來的那些近 聰明就不聰明 唯一一個原因 我只是拼他 希望他跑得比上場好些 比上場好少少 進來三甲 那便便好 我先愛這隻 今季都未交代 其實這場馬還是未交代 上季到現在都未交代 希望摩有一個鬥志 盡量想辦法給他交代 上次我覺得他嫌他 就放得更厚 其實又不可以說放得太厚 OK 可以跟前些 可能會更好 但是過去的是 出名後勁很厲害的 宜昌飛驅 還有一隻 季內都很準 那隻叫什麼 首飾 那隻是不是流血那隻首飾大勝 只要他跑回水準 他又是過了他的 後面有愛馬劍這些 還有一隻 一身已經是好的 善傳萬里 這幾隻對手都是好的 他跑過第四回來 希望這場一出閘 不要被人阻礙 又說什麼又說撞 守回位置好些 這隻馬不是鬥後勁馬 沒什麼殺手拣 這隻馬 希望他能夠進入離三甲 至於上次有夢幻形勢的庫路 大家看到在外面 好像有條斯加路 卡到埋藍 省到貼到一步不褫 今天又撿十二檔 如果不是十二檔 就拿他做膽 十二檔 沒辦法 但是偉達十三少 真的很鬥志 都要這隻馬 還有二號 七號 季內準成的 還有一隻叫做特區聯盟 不要理會莫裡拉騎 還是吳騎 這隻馬 幕後都是很鬥志的 曾經有個少少挫折 季初是贏 我記得 我買他WIN 那一場 他由李保利輸給勝利在守 那一場 好像是 這一場 追來追去追不到勝利在守 我以為他一定會過去 誰知道勝利在守 原來是這麼厲害的 難怪追來追去追不到 至於後面那些馬 也算是OK的 我用了這隻 莫裡拉不其的特區聯盟 另外再選一隻 我會選一隻 冷門馬 就是這隻多多寶企 這隻多多寶企 今天加個眼罩 其實這隻馬 有可能跑一會 會斷的 但是我看到他試了一貨集 就... 是這一貨集 波見史 其實時間 不是很出色 但是 有些速度 第一場出 已經有快步速之下 虧了 回來斷尾 但是 希望他試完閘 又做完功夫 運力 加強一點 今天有配備變動 那我就愛這一隻 多多寶企 其實當位也是不理想的 但是 要搏賠率 當然要選一些沒有賽職的馬 而有些 可能會跑得好的馬 至於上校 又是執過這樣的檔 看他一場先 至於冰雪聰明 試過一貨集 都是好的 試過一貨集 都是OK的 所以 幸運飛彈 試集 撲上來都是好的 但是 始終 選馬 你都要拍成本 和直播率 計算一計 只可以這樣做 我暫時選擇兩隻膽 一是會長之星膽 如果當日會長之星的 非 硬正 上次他都好像有十幾倍 十幾倍 我都買了WINPAY 但是 這隻會長之星 若然那天的非 真是比較 出奇地 硬正 我就不想太多了 這隻膽 若然 會長之星的非 真的不對勁 當然是拿回附陸做膽 上次有夢幻形勢 所以他今天可能會有夢幻形勢 所以我一是二膽 一是七膽 另外再選擇的馬 還有加多兩隻 就是特區聯盟 季萊 都是準的馬 鬥主義也是好的 我還要這隻 至於這麼多博大帽馬 就選擇一隻 既然選擇博大帽 我就選擇波見屎哥哥 戴眼罩而來 第一場虧了一塊補束 最後那時候 入到直佬 他都不是很厚 不過被人黑黑之後 就退了下去 看看這場馬 又加眼罩 做功夫出來 會不會有一個突破性 剷到四重彩 還有是 各位師兄 這場馬 臨場的時候 可能玩四重彩 四連環 會比較穩陣 我自己選了四隻馬 就是二號的會長之星 七號的富六 六號的特區聯盟 還有八號的多多保企 就是我個人心水 希望各位可以贏多一點 拜拜 大家可以支持小弟 可以支持小弟 看看廣告 捧牆 鼓勵一下 鼓勵一下 有時候一個人在 自己在講馬 就像個瘋子 自己跟自己說 都需要各位朋友去鼓勵一下 可以 精神上支持小弟 如果實質行動 更加開心 多謝 謝謝大家 希望各位贏多一點 拜拜